女孩一个人夜里走路到底多危险啊 她刚走出热闹的市区 突然被背后的凶手击晕 然后迅速被拖走 等她在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阴冷的暗室里 女孩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四处看了看 周围的墙壁都被塑料薄膜包裹 这里显然是个用来犯罪的地方 她摸索着四周 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但眼前却是一个装修豪华的局势 里面还有一个 看似彬彬有礼的男士 男士对女孩的困惑 声称是昨天救了她 还略带责备地问 为什么她要独自一人回家 接着她拿出了女孩的手机 示意她给家里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 女孩正要接过手机 却见男人突然把手机扔了 她的笑容逐渐扭曲变得可怕 突然猛地推撞那试图逃跑的女孩 女孩惊慌失措地大叫救命 但男人抓住她的头发将她拖回 随后狠狠地摔在地上 她越是看到猎物的恐惧越是兴奋 就在这时 她紧握住女孩的手 开始用力 准备将刀子反手插进女孩身体 边做边描述每个器官被切实的反应 终于 她将刀子狠狠地插入女孩的大腿 还告诉她最好不要拔出刀子 否则 血可能会喷满整个屋子 看着地板上的血迹 男人突然对折磨猎物失去了兴趣 女孩费劲地爬进了暗房 并锁上了门 那家伙完全不担心女孩会逃跑 她开始专心清理现场的痕迹 女孩趁机 用蓝牙拨通了妈妈的电话 她让妈妈立刻报警 接到报警后 消防员迅速 出动了 附近的警察也急忙做好处置准备 通话被转接后 警员们立即联系上了受害人 但从目前的环境判断 她无法确定自己确切的位置 随后指挥中心定位到了女孩 地点是温吉公寓 这个地点距离最近的基站 有一公里远 剩下的任务 就得靠各个分队努力了 不过不幸的是 他们遭遇了常见的问题 那就是交通大堵车 但前面有摩托车手开始疏挡交通 在她的帮助下 救援车辆很快开通了一条路 甚至在十字路口 摩托车手也把车辆都拦下了 原来她是警队的队长老金 但总有些不识实物的人阻碍救援 一个中年男子拒绝挪车 还挑衅说让警察给他开罚单 这一幕非常真实 但现在的时间一分一秒都宝贵 为了确定具体位置 女孩费力地爬到窗户边 但让人绝望的是 窗户被兼顾的物体封死了 根本无法打开 受害人的腿部还插着刀 此刻绝对不能移动 否则会流血过多 最终导致死亡 这个公寓真大 到底哪间才是受害者待过的呢 凶手看起来一点也不慌张 竟然还打算做午饭 这个小区有五个出口 但摄像头特别少 把一个成年女性拖回家并不简单 所以凶手肯定是这里的居民 根据那个女孩的描述 现在她一呼吸 伤口就会流血 消防员小美让她按压伤口 经过评估 判断为动脉性出血 这说明动脉受伤了 所以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们只剩下一个小时 此时凶手正在熟练地剔除肌肉 让那女孩意识到她的处境 她的求饶声响起 凶手责备那女孩 说她本应乖乖接受死亡 不过没关系 她准备去烧水 吃点东西后 再慢慢处理尸体 女孩听后 立刻把烧水这个线索告诉了警方 老金让她描述一下 凶手的特征 这对侦破案件很有帮助 凶手似乎懂医学 客厅里有轮椅 厕所也打扫得很干净 柜子里还放了很多女性用品 老金觉得凶手不像是变态 她可能是医疗行业的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可能是个完美主义者 而且能仔细地清理犯罪现场 到底会是谁 家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性用品 思考了一会儿 老金突然明白了 她所在的地方 根本不是自己的家 就在不久前 这个公寓就发生过女性失踪事件 显然这家伙以前就犯过案 和这个恶性极高的凶手单独相处 这位受害者能安全离开吗 女孩被绑架后 被关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 她的大腿还被凶手用尖刀刺伤 她每呼吸一次 血液就不受控制地流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女孩开始感到身体发浪 这是失血过多的表现 警员建议她通过掐指甲来保持清醒 但这种方法维持不了多久 如果找不到女孩 她只能等死 而凶手在外面精心准备午餐 她把肉绞碎 像处理猎物一样 完全没有丝毫情感 这时警方查到了公寓 之前失踪的一个女性 信用卡和电话卡 已经逾期四个月 确定地址就是1305号 这意味着 凶手很可能就藏在这里 老金故意按了门铃 屋内的凶手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老金假装要检查水管 又起开门 对方一开门 众人迅速冲进去将她制服 但检查后 众人都惊呆了 这个人似乎根本就不是凶手 真正的凶手 却被别人给敲开了门 外头传来了声响 朝夕偷偷地开门看了看 面对返回的凶手 他只好继续藏在屋子里 经过一番盘问 这男子是来请失踪者 加帮忙的 所以 老金他们这回没找到人 朝夕的裤子 已经被血染的通红 这时 老金提了的新主意 就是让受害者生火冒烟 靠那明显的烟雾 应该能找到他的位置 朝夕快撑步 住了 要是一会儿 凶手闯进来 他真的可能会没命 在老金的指导下 朝夕看到马桶上的打火机 这成了他唯一的生存希望 消防队员小李 斥责老金太不靠谱 要是受害人 被烟熏死怎么办 但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 朝夕费力的一项打火机 拿到后 他愣住 里面竟然没有气 消防员小李 让他先拿下打火机铁片 然后 把打火机整个包起来 最后 用地面摩擦齿轮 这样应该能擦出火花 只是试了几下 朝夕感觉自己的力气 都用光了 头又沉重起来 每流出一滴血 就像抽走他的灵魂一样 这时朝夕的妈妈 赶到现场 听到妈妈在电话那头的鼓励 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一定要再试一次 可能真的是母爱 给了她活下去的脸 用尽全力摩擦后 朝夕终于点燃了一点火苗 她把纸巾放在窗户边 然后努力爬向浴室 现在只能静静等待救援 老金他们 终于确定了朝夕的具体位置 凶手也开始变得焦躁 她拿出钥匙 一个个试着开门 老金正在云梯上 慢慢接近窗户 试完最后一把钥匙后 凶手终于打开了门 这时 老金他们就要到了 看到这情况 凶手准备立刻逃跑 但门口已经有警员在守着 这时他真的成了困手 进了屋子 老金他们立刻开始搜查 但老金刚进入一个房间 就被藏在暗处的凶手挟持了 此时火势已经非常危急 就在凶手开门的那一刻 房间里的电气突然爆炸 小美立刻用水枪压制火势 另一名队员迅速冲进去 在浴室找到了晕倒的朝夕 他们把他救了出来 小美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但凶手此时也苏醒过来 试图在救援时制造混乱 就在这关键时刻 老金冲上前将凶手撞倒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一计过肩摔 让凶手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 众人齐心协力 朝夕终于安全脱险 这证明了意志力的强大 消防与警方的完美协作 当然是功不可没 这是这次侦破成功的关键 至于凶手的动机 原来他曾经开过一家宠物医院 但因为 过度使用药物而被迫停业 因此 他开始怀有报复和杀人的念头 他肯定以前也杀过人 老金决定调查一下 下水道和绞肉机这些地方 还有那个不满塑料的暗示 老金追问他 到底杀了多少人 没想到 他竟然自豪地说 自己杀了六个半人 至于为什么是半个 那是因为今天的朝夕 他差点就杀成功了 这房子也不是他的 为了避免警方怀疑 他甚至都暗示付了房东的电话费 每次作案 他都会先给受害者 注射麻醉剂 然后假扮加手 用轮椅转移受害者 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产生怀疑 还误以为他是个体贴的好男人 在他眼里人就像肉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只有在临死前才会低头 那种看着别人求饶的快感 每次想起都会让他忍不住笑出来 那时他才感觉自己是主宰 听到这些老金愤怒地上前 一把掐住了凶手的脖子 但最终他还是松开了手 任何罪行 还是应该由法律来裁决 这起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不过那个不肯挪车的家伙 得开一张罚单给他 老金之前在广缩队工作 后来被调到这里 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提到他和一位不合的检察长 有过节 为了工作方便 他在这附近租了个房子 不料当晚又发生了新案件 这次消防和警察 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一个初中女孩 在家里吞农药自杀 得知后 他妈妈一巴掌打过去 还责问他为何要吃农药 女孩很快因毒性作用 开始感到剧烈疼痛 老金在角落发现了一个瓶子 瓶子里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这时 消防员小美建议带孩子去急诊 没想到妈妈竟然直接拒绝 她认为这不是大事 上次治病花了她七十万 再说女儿很懂事 认为女儿已经吐出了所有东西 所以不需要洗胃 不得不说 这位母亲真是太绝了 就在消防员准备破门时 她还担心门坏了要花钱修 警员好说歹说 最终女孩被抬上了救护车 上车后 她呼吸更加困难 于是 小美给她戴上了氧气面罩 到了医院 医生马上叫停了输氧 因为她发现 女孩喝的是白草糊 这是一种极毒的浓药 得知小美途中给她吸氧 医生只能叹息 现在女孩的尿液已是黑色 她喝下了整整六十毫升 白草糊液液 已经是致命剂量的五倍多了 如果吸入高浓度的氧气 会让肺部纤维化加速 果然仅仅十几分钟 贤叔就到了呼吸困难的灵界状态 母亲急切地请求医生给她供养 但这样做 无疑是在加速她的死亡 贤叔不停地向母亲道歉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终于明白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这时候 母亲也非常痛苦 在小美的抢救下 善雅又醒了过来 她的第一句话 让人心碎 说完这些 贤叔用尽最后的力气 小生对小美说了一句话 声音很小 最终贤叔还是走了 小美尽了所有办法 但还是没能救回贤叔 她非常自责 如果不是自己在路上耽误了时间 或许贤叔不用这么痛苦地离开 最伤心的可能是母亲 当她终于学会 怎样向女儿表达爱的时候 女儿却已经离她而去 这 段悲情的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现在最重要的是查明女孩的死因 这是最关键的 老金用贤叔的指纹解锁了手机 手机里的一条短信 瞬间让案情性质发生了转变 看起来贤叔可能是被迫自杀的 通过查询信息来源 这条短信是从一个国外聊天软件发来的 而且聊天记录会自动删除 这大大增加了追踪的难度 小美提供了个关键线索 就是贤叔临死前的遗言 看来贤叔服读时并不是一个人 这很可能 是一宗教唆或诱骗的谋杀案 葬礼结束后 老金想出了一个点子 就是要查一查贤叔的体验 通过这个判断杀手的动机 在致盛的建议下 妈妈最后同意了做体验检测 但贤叔的同学们真是各有千秋 有的笑得像中了彩票似的 有的冷漠地说不熟悉死者 还有的拿手机录视频 说要火了当网红 当然也有个小子一直低头玩手机 看来调查没啥进展 老金他们准备走人了 但在现场 他们看到了个神色慌张的男人 调查发现 贤叔在学校经常被孤立 他总是一个人在角落里玩手机 威胁短信是案发后发的 贤叔被送上救护车时 凶手发现他没死 还想继续威胁他 可能是害怕贤叔说出真相 既然贤叔总是拿着手机 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通过执法记录仪的回放 小美又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发现贤叔有自残的倾向 还把这些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 个人简介里写着 自己因为没有父亲很痛苦 但奇怪的是 贤叔经常晒很多美食照 这表明总有人请他示范 但最近九个月里 贤叔上传了八张餐厅菜品的照片 通过卫星和社交动态定位 警方确定了所有餐厅的具体位置 再结合就餐时间的激战数据 进行了数据匹配 他们发现了一个男性 这个人 曾在葬礼上表现得格外不安 就是那个家伙 这时老金突然想起了什么 凶手可能就是潜入贤叔家的人 然后逃跑了 因为那个区域经常发生路事道歉 老金赶到现场 他用紫外线手电筒 照了照难男人的手掌 立刻判断他不是凶手 但那男人也忍不住 他说自己是贤叔的亲爸爸 女儿的死让他始料未及 感到非常痛苦 贤叔很久不见父亲 一见面就要求父亲带他去吃大餐 但坐下来后 他就盯着手机 然后就向父亲借了一千万 这让人觉得很奇怪 一个学生需要这么多钱来做什么 而那天晚上 老金又得到了关键线索 女孩在家中吞药自杀 送到医院已经太晚 她的生命停止在了手术台上 但警方调查显示 贤叔可能是被谋杀的 因为 他临死前收到了威胁短信 遗言中提到 有人要求他喝农料 最关键的证据是 他家外墙上有攀爬的痕迹 这可能是凶手留下的痕迹 既然这样 那么 窗户上肯定留有什么痕迹 这么一想 老金马上掏出了紫外线手电 果不其然 他找到了一张不该在这的纸 但是经过鉴定后 他们都惊待了 数据库里找不到任何匹配的指纹 老金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 他取来了死者同学葬礼上用过的水杯 肥媚自拍 和哥们穿红外套的憨笑 还有那个滑头小子 虽然名字还没弄清楚 但杯子上一定留有指纹 应该能和凶手的指纹对上 由于现场留下的脚印很小 老金猜凶手应该不是成年人 最后 他们通过指纹 锁定了一个叫俊泰的小伙子 此外 这家伙还试图在微博炉里销毁手机 幸亏老金及时抢回来了 阳台上的鞋印 也找到了对应的鞋子 杨俊泰说他是班长 经常按老师要求去加访 但他手上的痕迹显示 俊泰每次都是爬外墙的管道上去的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加访 非得偷偷爬上去不可吗 显然这小子在撒谎 俊泰确实很聪明 他知道 平线有证据 还定不了他的罪 因此 老金只有六小时 来揭开背后的真相 这时 俊泰的耳机 引起了老金的注意 这小子从审讯室出来到现在 一直在听网课 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听什么 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显示 在救援贤书时 刘警员不小心拔掉了电脑的音频线 这首音乐的播放揭开了秘密 通过识别这首音乐 老金终于明白了贤书的死因 回到审讯室 老金没多说什么 直接在俊泰面前摆上了一瓶农药 然后又放起了那首音乐 这时 俊泰的表情明显变了 他显得有些掩饰不住 这时 同事带来了一堆文件 并告诉他 这些是从俊泰破损的手机里 恢复的所有资料 这家伙终于支撑不住了 这就是俊泰的真面目 他年轻的外表下 藏着一颗邪恶的心 他把一切都归咎于那个 已经去世的笨蛋 为了找人帮他赚钱 有一天下午 俊泰单独找到了贤书 他知道贤书在班上 是个孤立的存在 于是就给了他一部手机 手机里装有一个软件 只要跑得快 就能赚大钱 贤书从没想到钱 来得这么快 妈妈辛苦一个月 才赚三百万 而这里只需要三小时 渐渐的 贤书被俊泰用钱的诱惑 拉近了深渊 他开始不再关心上课和学习 而是整天盯着手机 但越玩就越书 于是他开始借钱 来填补漏洞 可俊泰却向他索要了 整整一千万 贤书气愤难耐 大声威胁 要向全校揭发俊泰的心情 为了封住贤书的嘴 俊泰趁无人注意 悄悄爬管道 潜入了贤书家 还偷偷拍下了他的身体照片 但这还远远不够 俊泰坚持要贤书 还清一千万 否则就把照片放到网上 让他名誉扫币 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贤书只能跪地求饶 没想到这家伙更加无理取貌 竟然还要贤书 把他妈的银行账号告诉他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敲诈钱财 贤书实在受不了 于是他拿出了 从老家带来的萌药 贤书挑衅说 有种就杀了他 这激怒了俊泰 俊泰逼他 如果有种就喝下去 说他就算给五百个胆子 也不敢喝 还不断嘲笑贤书是个废物 警告他如果不听话 这辈子就这么晚了 贤书的自尊被激发到极点 一气之下 他抓起农药猛喝了几口 结果立刻吐了一顶 没想到贤书真敢喝 这下的俊泰赶紧逃开 他的脚印就是那时留下的 当晚救护车来时 他担心贤书会揭发他 所以赶紧发了威胁短信给贤书 真是恶魔般的行为 虽然贤书已经痛苦了好几个小时 他还是因为害怕俊泰 而选择放弃生命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 本以为这孩子会认罪 但他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但在老金看来 这都是废物 俊泰的生日还有三个月 巧的是 这个案子从立案到整理口供 再到医送检查机关 也需要三个多月 到时候 他的生日早就过了 这个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老金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 希望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 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论年纪大小 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第二天 老金悄悄地来到了一片树林 因为这里很安静 他在这里等待着一个难以忘怀的人 这个人也是他最敢愧疚的人 时间不早了 老金刚搬进新公寓 连行李都还没来得及整理 但他的同事告诉他 这个新公寓以前发生过火灾 还有一起密室失踪事件 走进房间 感觉这里和其他房间没什么不同 但案件记录是不会撒谎的 这里确实发生过一场严重的火灾 当时 一名28岁的考生神秘失踪 单元门的监控 记录下了他最后的身份 火灾之后 整个房间几乎被烧毁 这到底是一场意外 还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凶案吗 这是一起没有遗体的密室杀人案 一名男性考生在公寓内神秘消失 他的房间被火完全烧毁 一年后 刑警老金搬到了这里 他立刻觉得这案子不简单 一个正常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消失 于是老金和同事开始敲地板 根据银血检测的结果 他们发现地板下有大量血迹 所以这很可能是凶手的作案现场 这里很可能就是杀人现场 事发后的纵火行动 显然是凶手为了销毁证据 接下来 老金标出了一个区域 因为那里的血迹最多 地上的拖拽痕迹表明 尸体被凶手移动过 最后停在了洗手间 凶手可能在这里清理了血迹 消防员致盛也注意到了这点 要制造密室杀人并纵火 就得有点火的手段 房子被烧得很严重 凶手一定用了易燃物 从案件开始 到现在已经一年 警方查看了近三万个监控 覆盖了两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地方 但都没找到线索 唯一的解释是 尸体被处理掉了 这里的化粪 十两年没清理过 经过几天的打捞 他们真的在里面 找到了一小块人体组织 本以为能找到关键证据 但这块组织太腐败了 无法从中提取到DNA 调查似乎到此为止 但还有一人 引起了老金的注意 那就是失踪者泰迅的前女友美英 当时 他们正准备一起考工 而且在泰迅失踪前一个月 分手了 分手之后 他们曾同居的房子 就断了水电 从审讯记录看来 美英特别讨厌矿泉水平 老金大胆猜测 在停水的房子里 要分尸的话 必须自己去买水 两升的水能冲一次马桶 凶手先将内脏等软组织切碎 然后倒进马桶冲掉 这样反复几次 就能处理掉尸体 但问题来了 那些硬骨头该怎么办呢 这都是猜测 还是得先找到美英 原来泰迅失踪后 美英一直住在楼下没搬走 他学的还是化学 老金故意在美英面前 提起泰勋 他的表情立刻变了 接着 老金当着他的面喝矿泉水 还故意洒了一地 趁美英捡瓶子时 老金注意到 他手臂上的伤痕 这一点非常可疑 通过小美的回忆 他曾见过美英和泰勋吵架 他们关系看起来很糟 但美英总是低头求饶 这可能就是作案动机 到了晚上 因为调查 无处去的老金只能睡楼道 半夜急需上厕所 他冲进至圣的房间洗手间 临走时 他注意到了浴缸 至圣房间的浴缸侧板 跟他的房间不一样 而且边缘非常柔软 看来是后来家庄的 他们没有多想 就拆开了 打开之后 被突然释放的臭味 熏得他们真不开眼 里面还有很多黑塑料袋 里面竟然装着大量人物 原来这些难处理的骨头 都被凶手藏在这儿了 难怪之前睡觉的时候 总能听到些奇怪的声音 看来是腐烂的味道散发出来的 国科搜很快对这些尸骨 展开了检查 发现骨头上还粘着些许动 快 显然是凶手用锋利的工具 剔除的时候留下的 而且 每块骨头都是从关节处被分割 所以 凶手肯定一开始就清楚 这些骨头不好处理 通过盆骨的大小和形状 法医确定了死者是男性 颈骨上还有一处粉碎性骨折 这应该是凶手在不经意间 猛击头部侧面造成的 导致脑骨也有骨折 这表明死者在临死前曾经抵抗 最后致命的一击也是在头部 这就是头骨上那个大洞的原因 从伤口的形状来看 凶器可能是铁锤之类的重 头骨上的愈合痕迹显示 死者并没有立即死亡 而是慢慢失去了生命 接着 法医发现了重要线索 那就是盆骨上残留的一小片刀片 在那不起眼的浴缸里 竟藏着大量高度腐败的尸骨 警方调查显示 死者太熏 最初是在客厅被凶手用盾器击中致死 然后尸体被拖到洗手间分割 将柔软的身体部分切碎 从马桶冲走 而最坚硬的骨头则被装进塑料袋 藏在隔壁房间的浴缸下 最后 凶手用大火将现场烧成灰烬 他可能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 但法医在尸骨中还是发现了线索 发现了一块断裂的刀片 从造型上判断 这明显是一把切生鱼片的刀 老金开始分析手头上的线索 这刀片能精确地击中人的头部 最脆弱的部位 这说明 凶手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而另一端的制胜也注意到了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 火灾现场的窗户夹着一卷报纸 首先这是个伪装的密室谋杀 所以凶手肯定没亲自在现场 火灾时窗户开了的四厘米的缝 缝里正好塞着那卷报纸 这报纸完全能吸收易燃液 凶手用报纸作为导火锁 这样他不用到现场也能点火 而且用的是打火机油 非常适合这种用途 凶手用报纸做引线 火就这样传到了楼上 然后引燃了窗帘 接着烧毁了床 床上地火 又烧到了地板上的乙唇洗手液 立刻引起了爆炸 整个屋子瞬间变成了火海 所以 凶手的目的就是用这办法毁尸灭迹 老金注意到手套烧焦的部分 这个位置 和美英手臂上的烧痕一模一样 所以美英就是凶手 此刻的美英看起来很慌张 在街上急匆匆地走 因为他总觉得男友泰勋会突然出现 这种情景一直在他脑海里重现 老金立刻赶往美英的家 果然 他家窗框上的烧痕肯定是美英点火石留下的 这也解释了他手臂上的烧伤怎么来的 地上散落的大量催化剂也说明了一切 而且还少了三瓶 这表明美英现在非常危险 他提着包走进了警局 看上去精神状态也不太对劲 连警察问话他都没回应 转眼间 他男友泰勋又出现了 在极度恐慌中 美英抓起催化剂就往他身上泼 然后 他抓住泰勋的手说 连自己一起带走吧 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紧接着他掏出打火机 就在他准备点火的那一刻 老金立马扑了过去 挥手打了下来 但火还是点燃了 再紧要关头 至圣抓起灭火弹就扔向了火源 这才防止了火势蔓延到人身上 而在美英眼中 泰勋那张恐怖的脸始终挥之不去 从老金搬过来的那天起 美英就注意到了 他经常偷偷在门口窥视 就是害怕身为刑警的老金发现什么 当老金在化粪池抽水时 他也紧紧盯着 美英开始感到焦虑 但因为在建筑安全科工作 他学了很多关于纵火的知识 专业又是化工 对易燃物的调配更是了如指掌 这把生鱼片刀 也正是他用来分尸的工具 美英说 自从警方介入调查后 他总能看到死去的泰勋出现 他宛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 无论何时何地都紧随其后 美英本来根本不想杀人 全都是泰勋逼的 他们是住在一起的情侣 还一起准备考试 在长时间相处中 美英怀了泰勋的孩子 但泰勋却软硬兼尸 让他去堕胎 美英无法忍受 于是提出分手 没想到泰勋用堕胎证明威胁 威胁说如果分手就告他 因为这是违法的 一个有污点的人 怎能公开争取自己的权利呢 美英实在不懂他 为什么这么做 事情还没结束 泰勋还要求他 每月帮他还贷 如果不这么做 他就要毁了美英的一生 这样美英就陷入了 无法逃脱的困境 终于在一个中午 美英用铁锤狠狠地 砸向泰勋的头部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从杀人的迷茫中恢复过来 意识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他开始上网搜索 怎样伪造密室杀人案 怎样解剖人体 最后 他在泰勋还有一口气时 开始刮骨割肉 然后把他的遗体 冲进了下水道 这是一起 因愤怒引发的杀人惨案 美英痛哭流涕 但对于即将揭露的真相 这些都无足轻重 因为堕胎本身就是违法的 所以没有诊所会开这种证明 真没想到 自己竟是因为一个 本不存在的威胁而杀人 做出了这样残酷的事 案子虽然结束了 但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尽管泰勋很可恶 也不能以此为理由杀了他 美英虽然值得同情 但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 来解救自己 到了晚上 一个有权势的男人 找到了老金 这人正是 以前被老金抓过的大老板阿华 他曾涉嫌贩毒 被抓后 却因为人脉被释放 这和老金 的父亲是检察长有关 但阿华却说 老金也是杀人犯 他把一个牵纸贺扔在老金脸上 这和老金几天前 在山里祭奠已故的置停 留下的完全一样 阿华警告老金要小心 否则他连警察都做不了 不久后 又发生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 随着老金的秘密被揭露 他还能冷静解暗吗 一场奇怪的交通事故 突然发生了 一个小女孩被车撞飞 重重地砸在公交站台上 消防员立刻展开救援 因为出血和肿胀她的气刀被堵 必须立刻送医 据他妈妈说 他下班带女儿赶回家 不小心弄丢了玩偶胸 他弯下身去捡玩偶时被撞 不清楚是什么品牌的车 但是一辆白色小轿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是一宗交通肇事逃逸案 西元这个受伤的女孩 不仅双脚跟骨折 连手腕和手指脚趾都多出骨折 有些甚至是愈合后再次锻炼 令人感到非常震惊的事 他全身总共有16处骨折 这些骨折和交通事故并无直接关系 他的骨折被视为虐待的证据 从这些伤痕可以分析出许多情况 特别是他腿上的伤痕 进一步证实了他长期受到虐待 这起交通事故背后 实际隐藏着一宗令人发指的虐待而同案 警方第二天对现场进行了痕迹分析 发现周围没有监控设施 在附近的草丛中 他们找到了车灯的碎片 通过和多种车型对比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 那辆肇事车的品牌和型号 现在 警方正在全面搜索该车的行动轨迹 这是捉拿嫌疑人的关键一步 警方经过一番追踪发现 那辆车最后停在了一个商场 警方还没赶到 车内突然冒出浓烟 同时触发了火警警报 消防员迅速将车内的男子救了出来 原来这个男子正在车内烧炭自杀 得知这个男子正是肇事者 小美本来要给他戴上养气面罩的手 突然停了下来 由于片刻后 他还是给他戴上了 因为只有救活他 才能让他接受法律的惩罚 男子醒来后 不停地向西元道歉 他还说因为内疚 所以想要以死谢罪 看着肇事者被送进医院 女孩的母亲 愤怒地冲上前来寻求公正 但他还是被大家拦住了 看他那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这也在情理之中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很奇怪 母亲昨天还在大声痛斥肇事者 誓言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今天却和肇事者和平解决了 可老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于是他去了西元的幼儿园调查 老实说西元是个乖巧活泼的孩子 和他妈妈关系也很好 从不哭闹 西元没有父亲 话里的那个男人是他叔叔 秀丽说 那个男人是他打工地点的常客 后来他们发展成了男女朋友 但那男人后来骗了他的钱跑了 连电话都是国外的打不通 他经常单独带西元 西元身上的伤 可能是他造成的 根据秀丽的信息 警方锁定了一个叫金哲号的人 于是查到了对方的手机号 联系运营商成了关键 组长装成棒球爱好者 和一个卖黑卡的中介老头成交 跟着这老头来到一个车间 最终找到了金哲号的手机号 号码确实是国外的 但交易地点是在棒球场 而且是三周前的事 这说明那个骗子 金哲号还在这附近 看监控时 他们都静待了 那人竟是西元受伤的肇事者 这家伙正在领取保险金 原来孩子他妈早就认识那家伙 他们是串通好一起欺骗警方的 根据国客搜的调查 碾压时 车轮的硬痕留在了女孩的腿上 这表明车辆压过他后逃逸了 但他是怎么被撞飞到站台上的呢 唯一的解释是 女孩受到了多次伤害 老金急忙赶到案发现场 重新取证 路过的外卖员 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场追逐后 老金最终拦下了他 外卖员透露 他们公司已经垄断了这片区域 因此 这里的外卖全由他们公司负责 这样就容易多了 查看当晚的监控录像 老金他们 最终揭露了血淋淋的真相 之后 老金把两人都叫到了警局 一坐下 就对肇事者哲号说 女孩已经没命了 这案子现在 已经变成了肇事逃逸致死案 还得赔偿一亿五千万韩元 可能判十五年左右 看他还不承认 老金故意熟秒走向门口 正好第三秒 秀丽刚想开始狡辩 这时对方被带进来了 最终在二人正面冲突时 案件的真相终于大白 这位母亲为了骗保 竟然和男友一起 用车碾压女儿的腿 但因为伤势不够重 始终没达到保险公司的 赔付标准 所以 他们一次次加速撞向女儿 直到女儿戏源并未昏迷 两人才假装报警 接着上演了一出悲情大戏 为了避开警方的注意 男友在地下车库 假装自杀 但他根本没想死 故意把车 停在烟雾探测器下 想借此减轻判决 医生检查发现 西元身上有16处骨折 每处骨折值几百万 如果不处理 会留下永久的伤害 就能申请到高额的保险金 女儿脚后跟骨折 他们领了500万 手腕骨折又得了900万 加上其他的 总共1500万 左小指骨折 两人又申请了3000万的赔偿 特殊条款规定 每厘米伤口 加上10万的石膏费 这对毫无人性的父母 为了钱给女儿买了各种保险 买了7份意外险 总共领了8500万 简直是把女儿当成摇钱术 但是到如今 母亲秀丽还在狡辩 她说女儿爱动 所以长骨折 领保险金也是很正常的 西元意外保险高达8亿 这对父母的下一步 是造成女儿脚步严重伤害 就能领到30% 也就是2亿4千万 尤其是如果在假日发生 收益还能翻一翻 要是这次没被警察查到 谁知道这孩子 还得遭多少罪 看他们还想挣扎一下 老金直接掏出了 从外卖员那儿 拿来的监控录像 放大后 清楚地看到 他们在干坏事 第一次没成功 没能压断西元的骨头 于是 哲号又踩大油门 重来一次 虽然他们撒了不少谎 但还是有真心的地方 那就是真心想让警方 救他们女儿西元 但更现实的是 这份真心 并不是为了西元 因为如果西元死了 他们就领不到保险金了 根据西元的年龄 他没买死亡保险 这是为了防止 有人害死他 西元三年前的画作 画上有四根蜡烛 表示他那时只有四岁 但左右脚的颜色不同 意味着他的一只脚 打了石膏 这正是秀丽 领到第一笔保险金的时候 罪恶的开始 就从西元的车祸开始 因为那次领了保险金 他们家就办了个生日派对 西元还收到了礼物 从那以后 两人又买了很多保险 而西元可能不太在意自己受伤 他发现 只有当叔叔和妈妈有钱时 他们才会开心 他非常爱他的妈妈 无论妈妈想做什么 西元都会全力以赴 甚至不怕被车撞 西元觉得自己受的伤还不够重 他甚至决心 用自己的身体 去承受可能致命的一击 十个月怀胎 才能生下这么懂事的女儿 为什么有的人贪心到 会伤害自己亲生的孩子呢 这时 小美走进了审讯室 她要揭露一个真相 那就是 西元其实并未死亡 在医生的努力下 她的生命体征已经稳定 这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又一个案件落下帷幕 不得不说 这个世界真是五花八门啊 但愿所有的孩子 都能健康快乐地生活 也希望每一个失踪的孩子 都能早日回到家中 千万不要碰高利贷 女孩因还不起巨额债务 选择了自杀 而放贷公司连在葬礼上 都不放过她 这些人简直是魔鬼 他们无情地破坏了葬礼 声称既然有钱买不钱 肯定还有钱还债 老母亲气不成声地 谴责这些恶人 但他们只顾自己 甚至抢走了女孩的丧葬费 听到这些话 那个收账的黑帮老大 很不高兴 他拿出了女孩的贷款合同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 本金三千万 其实他只借了五百万 原来高利息是罪魁祸首 使得贷款的本金暴涨 这才是女孩难以承受的重压 最终选择了自杀 消息一出 法院外聚集了众多市民 大家为死者讨回共道 他们一边高声疾呼 打倒大武集团 御师坚称他们操作合法 这立刻引发了旁听者的强烈反应 这种无底线的剥削 摧毁了无数家庭 这位女孩只是其中一例 连检察官都无法忍受 这种利息滚本金的做法 被称为增额续带 也就是把余期利息 加到本金上 这是高利贷者的常用伎量 但老母亲表示 她女儿的印章被盗 所以合同很可能是伪造的 检员安娜也觉得是有蹊跷 一个女大学生 怎会签下如此条款 安娜有了一计 如果合同是伪造的 肯定能找到证据 决定去国内最权威的机构鉴定 只需检察官能拖延些时间 真相终将大白 为了配合调查 老金化身黑社会人士 深入犯罪团伙 计划一举拿下他们 但该从何下手呢 她曾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 表面招募能吃苦的员工 实际是在招募杀手 这就是她的切入点 终于到了约定见面的那天 老金伪装自己后 赶到废品场 带队的那个人 我们就叫她马脸吧 她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 所有杀手都得通过酒精测试 喝酒的直接滚蛋 第二个要求是 必须胆大欣喜 因为这是一次谋杀行动 胆小的也不用留 不过还是会有风口费 到头来 只剩下老金和其他三人 今晚的行动很特别 成功后 每人能拿到三千万 但老金坦言自己曾被捕 如果再被抓 就没命了 因此 她要求三千五百万 看这小子挺有胆色 马脸就答应了老金的条件 接着 她收集了所有人的手机 至于目标是谁 马脸让大家别去问 行动正式开始 他们首先去了超市 然后按照清单 购买了作案需要的卡式炉和器官 正当他们准备结账了一开始 老金突然看到了不远处的小美 被发现就全功尽弃 她正想躲开小美 准备离开 这时候 崔吉突然癫痫发作 小美立刻注意到了这一幕 赶紧上前去帮忙 没想到崔吉醒来后 开始大喊 这让小美的注意力 转向了老金 老金无计可施 只能在小美诧异的目光中 带走同伴 不过在离开之前 她还是不小心 留给小美一点线索 崔吉这个人有点特别 似乎阿华他们也在暗中监视 最后的真相 还得等剧情揭晓 老金他们巧妙完成了购物任务 伪装成维修工来到了韩国大学 接下来是第二个任务 楼 里总共有16个人在忙碌 他们打算从楼梯敲敲进楼 真正的目标在四楼 而安娜也在这栋楼工作 她的任务是 鉴别高利贷合同的真理 关键是找出纸张的配比 这样就能确定纸张的生产年份 老金他们携带大量泡面和矿泉水 首先到达了一楼 刚一停下 他注意到了马脸脖子上的挂件 崔吉他们也到场了 马脸立刻火帽三丈 把他压在墙上 命令对方立刻戴上帽子 麻袋里的东西不能碰到手 一旦汗水渗透进去 大家都麻烦了 他们随后煮了很多泡面 加班的员工闻到味道 真的点了外卖 老金他们接过外卖 亲自送了进去 这样做是为了探查 目标身边有多少人 这让老金也吓了一跳 因为他们的目标 竟是负责鉴定合同真理的安拉 而另一边的小美也很机智 她的购物车中 突然多了一瓶 洗发水里 尽藏着求救信号 这是老金悄悄夹进去的 结合老金的奇怪行为和装扮 他肯定是在执行某个计划 他需要支援 老金今天还带了个定位器 可以用来追踪他的位置 此时 他们正在执行第三个任务 用铁锁封住所有出口的门 每个消防喷头下都放了金属 老金问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直接解决目标不就得了 但对方想把整栋楼炸掉 老金感到了紧迫的危机 他借口上厕所躲到了洗手间 拿出了几块金属 这些是他刚刚偷来的 他好奇为什么不能碰水 扔进水里却没反应 老金正要离开 马桶突然爆炸了 没想到这东西威力这么大 如果让对方得逞 整栋楼的人都会遭殃 老金回去后想了个计策 他开始大声骂那马脸 说他在耍大家 试图引发内讧延缓时间 马脸竟然冲上来 直接撕掉老金鼻子上的假伤口 老金的身份彻底暴露了 其他人也知道了老金的位置 那些犯罪团伙为了销毁证据 在人才市场雇了一群杀手 打算杀掉安娜 安娜正在大学里鉴定东西 如果他们成功 老金和安娜 还有那座实验楼都会被毁 老金被五花大网关进了机房 身后连接着影线 一旦头顶的喷灵系统启动 他就会无处安葬 这伙人的最后任务 就是为充电的设备引发火灾 从一楼开始纵火触发喷灵 最终完成犯罪计划 女孩因无法偿还巨额债务 选择自禁 她的母亲一怒之下 将放贷公司告上法庭 谁料到 对方竟然拿出了死者签好的文件 用来证明一切都是合法的 为了查清真相 也为了帮助那些 因高利贷家破人亡的家庭 伸张正义 检察官连夜赶到大学实验室 去鉴定合同的真伪 却不料 犯罪团伙居然派出杀手 来毁灭证据 封锁了整个大楼 并在里面布置了大量炸弹 甚至连卧底的老金 也被困在了机房 动弹不得 当逐一逃生口被封死 老金知道不能坐以待遇 他用力踢开柜子 试图用抽屉边缘切开绳索 这时一切布置已经完成 门内人群不停铺救 马脸和其他人 撤离了最后一个门 老金终于挣脱束缚 但他的出口也被封死了 于是老金准备发送求救信号 这时头目和马脸 已经谈妥了价格 任务成功后支付尾款 头目让律师随便准备一下 只要明天的庭审顺利就好 已经是胜券在握的局面 接下来只要安坐等好消息 消防员们已经迅速出动 警察也派出了大队人马 案发现场一片混乱 老金通过局域网和安娜取得了联系 他告诉他门外藏有大量炸药 这些歹徒竟用废旧电缆当作导火线 从四楼一直铺到一楼 一旦一楼点火 消防喷灵系统就会启动 整栋楼都将面临爆炸的危险 每层楼高三米 从四楼到一楼 导火线总长约29米 室内风速很低 大约每秒0.15米 火苗爬上到四楼 触发喷灵系统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如果引爆了连锁反应 爆炸的威力将是惊人了 时间紧迫 实验室里肯定装有气闸 火焰会沿楼梯蔓延上来 只需切断气闸的公样 就能阻止火势蔓延 安娜随即采取了行动 而楼下的马脸已经付了钱给那两人 随后便点燃了导火线 消防和警察队伍已经赶到 在安娜的操控下 气闸成功启动 成功扑灭了窜上来的火焰 老金从通风管道中爬了出来 但马脸又有了新的计划 消防员一路破门而入 不一会儿就到了三楼 成功就出了一些工作人员 到了四楼 却发现那铁门异常坚固 楼下的老金 突然想起马脸脖子上的那个挂件 他急忙向小美描述了情况 原来那东西是喷灵系统的遥控器 事情一下子变得棘手了 虽然暂时控制了火势 但如果马脸远程操作喷灵系统 这栋楼还是可能会爆炸 尽管他们费尽全力 四楼的出口依然被封锁 队长无法掩饰自己的颤抖 他回想起那场可怕的火灾 战友在火中牺牲的情景 历历在目 那些画面至今仍深刻在他的记忆中 那无助的呼救声一直在他耳边回响 这使得队长做出了一个 极为艰难的决定 这个决定立即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 难道要放弃四楼的人了吗 但只有队长自己明白 他不愿再看到战友在火中牺牲 无奈的队员们只能服务 从命连 但至圣仍决定留下毫不犹豫 因为安娜是他的妹妹 他必须确保他安全 老金也在忙碌着 他提着一罐装满叶弹的容器 直接走到地下室的左侧阀门 不顾一切可能的低温伤害 老金立刻将叶弹倒在水管上 目的是要将水管冻住 这样即使犯罪分子按下遥控器 喷灵系统也无法启动 果然马脸还是按下了按钮 喷头瞬间喷出大量水 地下的金属钠鱼水猛烈反应 连续的爆炸立刻发生 安娜不幸被热浪击倒 情况急转直下 但叶弹终于发挥了作用 水管停止了供水 这场爆炸最终得以控制 眼前一片狼藉 智盛急忙投入救援 他把奄奄一息的安娜 从实验室救出 马脸的计划落空了 但他因为贪财不愿意把守 这时安娜苏醒过来 他今天必须在开庭时 把证据交给警方 于是智盛马上开车去法院 但在半路上 他们的车被马脸猛烈撞击 所有人瞬间陷入危机 事态还未结束 马脸爬到车顶 开始用锤子敲打油箱盖 他打算把车里的人全烧死 关键时刻 老金突然从后面扑上去 阻止了他 两人激烈搏斗 马脸最终被制服 老金他们 驾着破车赶到了法院 最后关头 安娜作证出示了合同的鉴定报告 经专家鉴定 证明合同是伪造的 这是高利贷团伙的常用手段 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敲诈借款人 直到借款人还不起天价债务 然后采用暴力手段催收 被受害者进行欺凌 放在头目最终败诉 也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那些因高利贷苦不堪言的人 甚至家庭破碎的家庭 终于能得到应有的赔偿 这场官司终于告一段落 队长轻轻擦了擦头盔 这些记忆他永远无法抹去 那场被火焰吞噬的夜晚 难以忘记 占有被烈火吞没的场景 那些灵魂深处的怒吼声 知道前面是深渊 也要勇往直前 作为那些勇不退缩的人 他们总是第一个冲进火场 带着最后一个幸存者走出来 案件虽然暂时告一段落 但警方发现了新的线索 那个名叫崔吉的人突然消失了 老金还记得那个夜晚 崔吉接到了一条神秘的雇佣短信 究竟是谁在操控一切 没错 幕后黑手是集团老大阿华 他的目标 是清除所有知道内幕的人 把他们一个个消灭 阿华让一个老头 给老金打了一个秘密电话 目的是引老金出来 老金又将面临一场新的危机 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一座被烧毁的仓库里 发现了一具尸体 法医进行了检查 死者是一名男性 尸体的双手呈现抱拳状 这是由于高温造成的 用UV灯检查 在死者的脖子上 发现了荧光痕迹 原来是烧焦的绳索留下的 绳索被火烧的粘在皮肤上 隐藏在颈纹中 因此不易被发现 这位死因的调查提供了线索 随后 法医熟练地开启了尸体的胸腔 切开了支气管 里面没有发现黑灰 这一发现非常奇怪 如果有人在火灾中死亡 通常会吸入大量的烟尘 这会让支气管变得漆黑 但这名死者的支气管 却异常干净 这表明 他在火灾发生时 已经停止了呼吸 蛇骨断裂 意味着 他是被强大的力量 勒紧致死 因此 死因是被像绳索一类的东西勒紧 导致窒 很明显是他被人勒死 这起死亡 明显是他杀 这是一起谋杀后纵火的案件 不久 死者的身份也查明了 死者名叫方碧九 他一生中 有过13起犯罪记录 随后 老金到了尸体 被发现的废弃仓库 这里已被大火烧毁 但仍旧找到了一些线索 首先是火源点 屋内有三处明显的纵火痕迹 显然是凶手为了毁灭证据 故意留下的 现场有种类似打火机油的味道 窗户在火灾前 就已经被破坏 侧门一直没被打开 所以 凶手只能从窗户逃出 门外一尘不染 门内却被烟熏得漆黑 这里有玻璃碎片作为证据 碎片表面覆盖着灰尘 但被遮盖的地方仍然完好 这表明 凶手在火势蔓延之初就逃离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窗外的脚印也支持了这个观点 老金继续调查现场 在一个电箱下面 发现了血迹 这可能与案件有关 既然受害者是男性 他肯定跟凶手抗争过 这些血迹 可能是他们打斗时留下的 老金觉得特别过瘾 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如此轻松地解决过案件 随后警方动员大量人力 在周边地区搜索凶器等物品 最终找到了一瓶用完的打火机油 瓶子上有很多指纹 这样一来 找到凶手简直是小菜一碟 激动的老金还和小李拍了张合影 但当指纹结果出来时 他完全傻眼了 竟然是老金自己的 老金注意到瓶子上的标签 和之前在美英家里 找到的标签一样 他确实曾经碰过那瓶子 那瓶子应该在办公室里的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现场呢 鞋子的鉴定报告也出炉了 鉴定显示 凶手穿的是警用鞋 款式还是警察常穿的那种 看起来跟老金穿的完全一样 这么说来 指纹和足迹都指向老金 所有证据都对着老金 警局里也乱成一团 监察厅的人突然来访 他们要带走老金的所有东西 进行检查 因为他们认为 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老金就是 凶手 不幸的是 现场突然来了一批人 是由检察官哲浩领导的调查团队 哲浩已经和阿华串通好了 只要能把老金诬陷进监狱就行 任务算是完成了 他们这次显然是做足了准 一见面 哲浩立刻宣布要接管这个案子 这股嚣张劲 让老金非常生气 但哲浩接着说 虽然这里没有监控 但有辆车的行车记录仪 恰好落下了凶手的面目 他随手拿出了一个存储卡 视频里的人影 正是昨晚被诱到这里的老金 毫无疑问 这正是能让老金落网的关键证据 这张卡是阿华交给哲浩的 目的显然是 要让老金坐牢 这时至圣提出疑问 他说第一个报警的人 很可能就是凶手 不妨查查 是谁报的警 这样更有说服力 结果一查 还真是吓一条 没想到 报警的人也是老金 他让老金自己解释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可老金似乎有失烦心 不愿多言 看得出 老金心里确实藏着事 刑警英珠也觉得 没时间浪费了 既然事情已经到这一步 他决定带老金一起走 哲浩还挑衅说 老金以前不是也杀过人 这次应该更清车熟路吧 老金气得直接上去 揪住了他的衣领 他认为 这些都是间接证据和推测 不能证明 他就是凶手 不过 这话很快就得到了致命的证实 法医团队赶到现场 他们一共进行了四次详细鉴定 现场的九滴血 全都是同一个人的 那个人就是老金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所有的证据似乎都指向老金 阿华还曾经指控老金谋杀 老金与他们之间到底有何纠葛 看来只能随着故事进展来揭晓 老金的事情传到了他爸爸 检察长任国那里 任国要组长好好保护他的儿子 没想到这却引来了背后的一刀 因此他命令组长 必须找到证据证明 老金是清白的 但任国更生气的是 一个小小的检察官 凭借一点点权力 竟然绕过他这个上司 直接去和阿华合作 这简直是逆天了 老刑警阴珠的调查显示 老金曾用死者方壁酒的名字 购买了一份巨额人寿保险 保险受益人 还是他自己 如果保险人意外死亡 老金就能得到几十亿 而且 他电脑里还有很多赌博的证据 这显示 老金急需用钱 这无疑是谋杀的动机 真是太荒唐了 事态变得越来越扯 从他们这种栽赃陷害的行为来看 虽然想法很狡猾 但做法真的太笨拙了 其实让刑警阴珠来调查 这也是阿华的一部分计划 这家伙就像头牛指指冲撞 完全是靠蛮力行事 脑海中只有满满的正义感 认定了谁是凶手 就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他们要做的 就是彻查到底 只需要 把所有证据串联起来 确保老金顺利被定罪 只要这是办成 阿华保证 折号后半生无庸 为了确保每个环节都完美 阿华连审判的法官都收买了 看来老金这次真的麻烦大了 组长也忍不了了 他让老金把心里话说出来 这对案件的破解肯定有帮助 老金被调到这里之前 处理的最后一个案子 就是阿华的 那家伙手腕高明 能够颠倒黑白 现在自己被阿华射击 谁是真正的杀人犯 比不重要 重要的是 让指控自己的证据失效 但更大的危机也随之而来 从老金被送进监狱的那一刻开始 因为这些囚犯都在怒吐 警方发现了一具胶尸 尸检和调查显示 死者是被绳索勒死后 被焚烧的 所有证据都指向了那位刑警 老金就是那个凶手 紧接着老金被送进了监狱 这里关押的人 都是他亲手抓的罪犯 果然 其中一个犯人立刻把老金放倒 旁边的犯人马上冲了上来 直接冲上去 对他拳打脚踢 但他没想到 房间里还有个老朋友在等他 他刚进门 老金又被放倒了 这家伙把所有愤怒都发泄出来了 还没完 他又拿出了藏了很久的小刀 这样 老金就被捅伤 坐进了救护车 他假装快死了 骗过了医生 然后突然挟持了医生 既然所有人都被收买了 他决定今天自证清白 通过这个行动 老金成功从救护车上逃脱 跑向了郊区 阿华也听说了这事 他让哲昊去老金办公室 开始搜查 没多久 老金就打电话给阿华 让阿华等着 迟早他会把阿华送进监狱 但现在 老金正在被全程通缉 阿华嘲笑他 就是问中之鳖 为了隐藏行踪 老金只好躲进居民家 顺便拿走了几件衣服 这样可以 暂时避开警方的搜捕 法医那边 开始怀疑自己的初步鉴定 决定重新检查 发现尸体血液中 有麻醉药成分 这表明死者 可能是晚期癌症患者 或吸毒者 剩下的血液 只够做最后一次检测了 如果有重大发现 或许可以证明 老金不是凶手 老金悄悄溜进了医院 他找到了一个住院的男孩 这个男孩 正是老金昨天 在火场救出的 面对救过自己命的人 这小子 只是简单说了句谢谢 然后又埋头玩起了游戏 老金感到很困惑 那个发生火灾的地方 真的很偏偏 这孩子 为什么会跑到那 难道仓库里 还有其他人 男孩说 他只是偷偷去玩游戏 不过 那里常有拾荒者出没 这样的话 问题就好解决了 老金 忍着疼痛 终于在晚上 达到了拾荒者的营地 但最终 还是因体力不支而昏倒了 没多久 小美也急匆匆地来到了这里 这正是老金的计划 他通过那个男孩 把自己的行踪 告诉给了小美 在一个大叔的带领下 小美很快就找到了 受伤的老金 他二话没说 就开始给他治疗 另一边制胜 也有了重大的发现 案发那天的日出 大概在六点半 附近唯一的监控 正好对着案发现场的仓库 虽然 监控没拍到火灾的详细前后 但火灾是在日出前发生的 在那么黑的凌晨 监控可能捕捉到了凶手的行为 助燃物是打火机油 它点燃的瞬间 会产生强光 果然 制胜在监控中 看到了火灾发生的一刻 那是后面的仓库着火后 光线反射到对面的房子上 这时 老金和小美 正在一堆救鞋中 寻找线索 如果能找到那双警用鞋 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制胜这边又有新的发现 这个装着打火机油的瓶子 非常可能 这是之前美英杀人案的证捕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案子 这说明他们内部有人 有人故意从正路市拿走 用来在案发现场陷害老金 经过不懈的寻找 老金最终在这里 找到了一只警弦 这正是石黄大叔的同伴的东西 这个案子 也快要水落石出了 突然发生了一起纵火焚尸案 根据警方调查 无论是指纹还是血迹 都直指刑警 老金就是嫌疑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带着伤逃离追捕 试图揭露案件的真相 坚持不懈 终有回报 老金最终在一双警鞋上 找到了线索 他把嫌疑人带到警局自首 这家伙的脚印 和现场的完全吻合 对于杀人的问题 他也不否认 还说玩火很刺激 老金让他说出 是谁指使的 但抖腕说 要先吃饭才能回答 这时 安娜带来了检测设备 如果在狭小的空间里纵火 头发肯定会因高温而改变 但嫌疑人的头发并无异常 反而老金的头发 有被烧的痕迹 这让老金不知该如何是好 刑警阴珠上前 准备再次把他带走 但这时 法医出现了 他的新检测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去医院抽血肠用的 就是血肠归管 老金常因抓坏人受伤 所以医院几乎成了他的肠去地 有些检查完剩下的血液 会被当作医疗废物处理 因此 肯定是真凶为了栽赃老金才偷走的 头发上的烧痕 是老金上次和罪犯搏斗使留下的 连锦鞋都被烧到了 这种锦鞋虽然耐穿 但已经过时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存货 把火机油本放在证务室 查一下监控 内鬼应该很快就能露面 老金出现在案发现场 那是调查的机密 自然不能公开 因此 之前指控老金的证据都不成立了 老金终于洗清了嫌疑 他们随后去了医院 但废弃的医疗区域没有监控 这让找人变得非常困难 阿姨这边找到一条绳子 一条来自尸体 另一条是在纵火现场找到的 这起案件看起来是有预谋的 犯人用了两条绳子 一条易燃 一条不易燃 犯人先用不易燃的绳子绑住脖子 然后 将易燃的绳子绕在另一根上 现场的血解 还有破窗逃走时的脚印 都是假造的 这说明根本没发生过打动 脚印也是假的 一切都是死者自导自演的 他把做好的绳子挂在天花板上 接着点亮了打火机 单手持着它 摆好了姿势之后 踢掉了脚下的支撑物 随着生命逐渐流逝 手中的打火机终将无力地松开 最终引燃了地上的打火机油 这样一来 犯罪现场就布置完毕了 所以说 这案件要么是自杀 要么是教唆自杀 死者可能是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这背后可能有更复杂的情况 老金出现在案发现场是因为 是阿华叫他来的 想单挑 这是阿华栽赃老金的第一步 随后阿华的律师偷偷会见了真凶 他其实是警局里的人 现在调查正经 他需要出国避风头 案发那晚 他打碎了窗户 在地上洒了老金的血 留下警衔的脚印 壁酒在旁边观看 他给自己身上倒满了打火机油 火势腾起的那一刻 他也受了伤 最后把政务室提供的打火机油瓶 扔到了附近 再次完成了犯罪现场的布置 现在 阿华他们的目标是 找到毒贩催紧 只要抓到他就行了 这样 阿华过去的秘密 就能永远保密 因为阿华曾是个杀手 几年前 有个叫石美亭的女儿 被监物刺中了警部 残忍的杀人 而幕后黑手 正是阿华 但因为缺乏关键证据 他一直未被抓捕 帮他造假 不在场证明的 就是一个名叫崔吉的家伙 所以 老金必须得找到他 否则阿华如果先找到他 这家伙肯定没面 崔吉有癫痫病 肯定需要去药房买药 抓住这个线索 老金他们 终于锁定了崔吉的位置 阿华则去了放在团伙那里 花重金固了个杀手 任务是 悄无声息地干掉崔吉 不可否认 杀手的动作非常迅速 一进门就制服了崔吉 并且准备 大量毒品注入崔吉体内 伪装成吸毒自杀的现场 但是老金他们 也已经摸清楚了情况 快到了 所以 杀手只好撤退 老金他们一到 立刻开始救助崔吉 幸好还不算太晚 崔吉再救 护车上 经过审讯 最终承认了 与阿华的犯罪事实 警方随即行动 阿华意识到 自己暴露了 命令手下迅速销毁所有证据 并在房间点火 然后逃到楼顶 准备乘坐直升机逃离 就在直升机即将降落时 老金冲上去抓起水管 猛地向直升机喷射 直升机无法降落 接着 老金把阿华也放倒了 有了铁证 他终于要把这个坏蛋带 但阿华发现老金受伤 立刻反击 又抓起消防水管 用力勒住老金的脖子 老金全力一甩 把阿华甩向天台边缘 自己也被惯性勒住了脖子 小李他们很快赶到现场 发现老金已无心跳 阿华也被吊在大楼上 这场惨烈的行动终于结束 在小美的急救下 老金心跳恢复 但他还未苏醒 阿华在审讯时依然嚣张 那些证据也被他替换了 现在无法证实 阿华的罪行 只有等老金醒来 这案件才能真相大白 女孩坐在阳台上 想要跳下 他扔掉了自己的练习册 接着是文具盒 这些让他感到空虚的东西 和让他母亲虚荣的东西 今天他都不想留下 他最想放弃的 是那些一直被忽视的声音 楼下居民报警后 消防员小美第一个赶到 面对名叫夏安的女孩 女孩身体又向后倾斜 为了确保她的安全 小美轻松地跟夏安聊天 智盛在另一边准备救援 她打算从女孩头顶着手 夏安觉得自己很失败 就像妈妈不能挑选孩子 她也挑不了妈妈 就在这时 智盛一跃而下 一脚踢开夏安 将她推回房间 这才阻止了一起自杀事件 但接下来 事态的发展让人震惊 警方在附近 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摊 那个摊 被放在一个名牌包里 摊儿重0.7公斤 全身呈红色 估计是在子宫里就死了 体型很小 显然是个早产 尸体腐败不严重 所以 尸检时间应该不长 期待截断很不规则 看来是用工具草率剪断的 摊儿的姿势很奇怪 可能是母亲故意压破肚子 可能是为了避免被发现怀孕 尸检显示 这不是谋杀 而是一起胎死腹中的弃尸案 小李在垃圾堆里 还找到了胎盘 这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结论 警方开始 从那个名牌包包入手调查 但被鉴定为假货 在一堆被丢弃的物品中 他们还找到了 几张银行卡和账单 所以可能很快 就能查明相关人员的身份 立刻就确认了 他就是广告界著名的创意总监 方金子女士 关于这个包包的来源 方金子不承认是他买的 说周围那么多人 任何人都可能想栽赃他 毕竟他都已经40多岁 哪还有心思生小孩 更不用说把胎盘当垃圾扔掉 但仅仅方金子一个人的话 没什么用 小李还是收集了他的DNA样本 为了后续的验证 法医这边 晚上就得出了化验结果 他确实是那个被弃婴的外祖母 也就是 这个婴儿是方金子女儿的孩子 得知这个消息 方金子当场呆住了 而女儿的身份更是让人震惊 他居然是前几天 试图跳楼的那个女孩 下岸谁能想到 这个学校第一的优秀学生 背地里竟发生了这样的事 难道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都是受害者 从头到尾 这个孩子一再说 我不知道 母亲方金子赶来后 说要亲自教育他一番 他不在乎女儿是否真的怀孕 似乎更想压下这件丑闻 毕竟他在业节也算是个名人 在老金的坚持下 最后由小美来引导夏恩讲真话 果然 夏恩最终开口了 他说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 至于其他的事情 夏恩没多说什么 但贡亲确实能帮助沟通 在小美的帮助下 夏恩坦白了周三的事 被问及孩子父亲是谁时 夏恩突然沉默了 学校的班级里顿时乱了 有同学大声说 早就察觉到夏恩肚子大了 所以他去警局是必然的 这让班上的一个男生很不安 他甚至有点愤怒 沉默了一会儿 夏恩决定写下 跟他发生关系的人 令人震惊的是 他列出了五个男生的名字 什么样的母亲 会这样无情地处理未成型的摊 根据尸检结果 这个摊的体重不到一千克 其带甚至是被工具乱解的 这不仅是早产 孩子在肚子里就已经死了 警方仔细调查后发现 孩子的母亲 竟是之前想跳楼自杀的女儿 更令人震惊的是 夏恩自己都不知道 孩子的生父是谁 而是列出了五个可能的男生 这五个男生中的四个 都是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 还有一个是成绩较差的学生 老金他们打算取这些人的DNA样本 但校长表示 现在正值考试临近 如果现在进行调查 可能会影响学生们的成绩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不得不暂时搁置调查 这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不得已 他们以尖子生家长会的名义 召集了家长 于是 这些男生的家人都被请来了 夏恩的妈妈 也只能勉强赶到学校 明显是很不情愿 小李认为 这是确认生父的最佳方式 但另一个孩子的妈妈 却让校长阻止警方介入 毕竟现在正值考试期 要是孩子考杂了怎么办 他的未来怎么办 儿子的前途考虑了吗 有的妈妈则不太担心 因为他儿子三年前就做了劫杂 所以确定不关他的事 但其他妈妈揭露了更多事情 秀贤是这群孩子里最坏的 不止经常骚扰班上女生 还偷装监控摄像头 在女洗手间 秀贤的妈妈很不满 她反驳说 明明是永明 最可能和夏安有关系 她知道永明一直暗恋夏安 还跟踪过夏安 情况越来越复杂 另外两个孩子的妈妈 忙着劝架 他们还在争论 谁的名牌包是假的 几个妈妈开始互相惩罚 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老金看不下去了 只能拍桌子 试图制止他们 她费了好大劲 终于了解了不少隐情 但还有一个孩子的家长 不知去向 校长解释说 那是因为她的成绩太差 所以 那位家长没资格参加这次会议 正当老金准备离开时 她又听到了一条重要信息 原来夏安 还有个哥哥叫明俊 她也曾经做过劫杂手术 这表明夏安的妈妈 还有另一个儿子 他们为什么从不提起她呢 之后 老金把这些孩子 再次召集到一起 虽然学习成绩不错 但他们的品行 却差极了 满嘴脏话 还拿夏安的怀孕 当作笑料 互相取笑 甚至嘲笑老金的双眼皮手术 做得很失败 原来他就是暗恋夏安的那个男生 到了晚上 夏安和他妈妈正在吃晚饭 他的妈妈叫方金子 又提起了警方最近的调查 他让夏安专心背口 好在将来 能在爸爸工作的法院找到工作 但夏安故意反驳妈妈 带着一点挑衅的意味 这时 儿子敏俊放学回家了 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出 这个家庭的关系并不融洽 这也许是夏安早早怀孕的原因 难道是为了报复他妈妈吗 法医的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那五个白天采样的男生 都与死胎没有亲子关系 既然没有关系 就需要重新选人 这时 校长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有个男教师 平时与夏安关系非常亲密 因此 这人有一定的嫌疑 这位名叫阿俊的老师 坚决否认与夏安有过关系 并拒绝提供DNA样本 这样一来 案件又陷入了僵局 不过智盛发现了惊人的事情 他发现了一个 可能破案的关键线索 那天夏安跳楼的时候 执法纪录仪 记录下了屋内的情况 最里面的房间 好像有人 这让老金他们觉得很奇怪 明明知道 家里有人要自杀 他们为什么还躲在房间里不出来呢 难道他们家里 发生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 不过查一下 就知道是谁了 只要查一下 电话基站的定位就行 但在这之前 老金他们打算 先取得夏安家男性的DNA 哥哥敏军的耳机上 有耳屎 直接拿走耳机就能检测 父亲俊哲氏的大法官 他经常在侯远吸烟 可以从他吐在地上的口水取样 然后就交给法医去分析 相信很快就能有结果 之后 老金还去了敏俊 做劫杂的医院 结果发现 他去年其实没做劫杂 所以敏俊还能生育 下一步 就是亲自去夏安家调查 散布谣言 只是为了保住 自己学校第一的位置 方金子知道 女儿给警方添麻烦了 急忙跑过来 说会好好教理他 但夏安立刻揭穿了 他母亲的意图 他就是想掩盖家里的丑事 怕影响家庭的名誉 一个连女儿怀孕 都不知道的母亲 怎么有资格当母亲 原来 夏安之前经常感到身体不适 甚至有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冷漠的母亲 只关心她的学习和考试 完全不关心女儿的生死 终于在某一天 夏安早产了 为了反击母亲的不关心 他把死去的胎儿取出 用剪刀剪断旗带 把尸体放进母亲的包里 丢倒垃圾堆 真相太让人心痛 父亲受不了 让老金他们先走 老金还没公开一个证据 就是夏安跳楼那天房间里的人 他们查出来是谁了 正是那个饭桌上 一直沉默的哥哥 这一切难道是敏俊做的 这个女孩因为早产 肚子疼得厉害 而母亲却浑然不知 只是让她吃药继续学习 直到现在 夏安受不了母亲的冷漠 想到要报复她 所以她偷偷取出胎儿 剪断旗带 然后放进母亲的包里 扔到垃圾堆 最后她还想跳楼自杀 但是 这个胎儿的尸体很快被警方发现 为了查清胎儿的生父是谁 警方对夏安提到的很多男孩 都做了DNA不对 但都没有关系 直到今天 老金他们最终确定是夏安的亲哥哥 因为在夏安跳楼那天 哥哥敏俊就藏在房间里不敢出声 可能是怕事情败露 面对警方的询问 敏俊吓得不轻 这小子每年都去做劫杂 爸爸说 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孩子更集中学习 妈妈也觉得这很常见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敏俊去年其实没做绝育手术 所以她还能生命 无法再隐瞒 敏俊终于说出了实情 她说这一切 都是妹妹倒的鬼 她自己更喜欢玩游戏 而不是学习 而夏安 总是拿着她学校第一的成绩来讽刺她 还说她哪怕用脚打体 也比她强多了 受不了这种挑衅 敏俊一怒之下 把夏安压倒在床上 然后开始掐她的脖子 但毕竟是胸内 她很快就放手了 谁知夏安立刻给了她一个耳光 敏俊忍不住生气了 于是两人在屋里追来追去 结果 夏安静坐到阳台的护栏上 还威胁说 如果她没死 就会告诉大家是哥哥推她的 形势不妙 敏俊赶快躲到了里屋 直到消防员将夏安救了 她都没出来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不过 那个死去的胎儿 绝对和她无关 作为亲兄妹 她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 后来 老金接到了检验部门的电话 检验结果显示 死胎和夏安的父亲 几个个无关 气得要命的妈妈 大骂老金 简直是疯了 爸爸也表示 这事还没完 但老金对这些 都不放在心上 他只想找出 那个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看着家里乱哄哄的 这大概就是夏安 想看到的 爸爸一气之下上来 就给了一个耳光 他关心的不是女儿 怎么会变成这样 而是急于 要弄清楚真相 这家的问题 已经积累很久了 如果不是一直忽视情绪 孩子也不会这么恨父母 完全没有理由的仇恨 案子又陷入了僵局 夏安就是不肯说 孩子的父亲是谁 那老金只能自己去找 但小美提到了一个人 一个叫成俊的男生 他不久前 因跳楼自杀而死 他和夏安 还是同一个补习班的 夏安九月份早产 所以 他可能二月份就怀孕了 但成俊已经被火化了 因此 无法获取DNA 做亲子鉴定 突然老金灵光一闪 成俊这么多年 总该有去医院的记录 医院应该保留了他的样本 果然不出所料 成俊以前阴朗伟严 在医院治国 这样就容易多了 老金打算一举两得 他让组长去学校放风 故意透露 医院有生父的样本 用这个来看大家的反应 如果有人急了 肯定会想办法 去医院拿走样本 所以 他们故意不锁保管事 等到了深夜 果然有人上钩了 翻找了一番之后 这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样本盒 准备替换 没想到 这个人居然是校长 他解释说 自己以前做过蓝尾手术 所以 他偷的其实是自己的样本盒 他想把含有成俊样本盒子 放回去 反正成俊已经去世了 即使把他栽赃为孩子的生父 也无所谓 校长谈到夏恩 成熟的不像他那个年龄的孩子 他甚至很早就知道 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 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每次我路过走廊 夏恩总是故意用挑逗的眼神 看着我 他就是想让我无法摆脱他 当然 校长也曾想过立刻结束这种关系 但夏恩早就保存了所有的通话记录 和短信以防校长之后不承认 夏恩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他想通过这种方式 从老师那里得到好处 那就是好成绩 在这种交易之下 校长每次都会提前泄露考试题目给夏恩 所以 夏恩自然而然就成了年纪第一 现在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 作为学生的引路人 校长不仅没能守住自己的职责 甚至连基本的道德底线 都被每色诱惑拖下了泥潭 这样的人真的不值得同情 这件事情又有了新的发展 法医最终确定了胎儿的亲子关系 结果证明 生父其实不是校长 而是已故的成俊 但夏恩脸上的不敢置信的表情 说明他一开始也不知道孩子是谁的 这表明 夏恩已经和不止一个人有过关系 其实夏恩原本也是个勤奋学习的好孩子 面对成俊提出的交往请求 他也像其他孩子一样 给予了拒绝 还坚称恋爱得等到大学之后 谁料这句话 却让本就孤僻的成俊彻底绝望 最终他选择了自杀 或许 夏恩曾因为同情而答应了成俊 但他也得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 慌忙中去垃圾场丢弃了那些东西 连孩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夏恩也迷茫了 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变成现在这样 他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父母除了学习 什么都不关心 从未与自己多说一句话 直到如今 夏恩终于真诚地认错 但他始终等不到 父母那急需的一个拥抱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 夏恩的成长道路无疑非常艰难 女孩每天早晨 都会给隔壁住的刑警送鸡蛋 但在一个夜晚 她的两个脚趾被人割掉 扔到了花坛中 从此女孩的贤叔形象消失了 根据法医的分析 凶手可能并未杀死贤叔 他这么做可能是因为极深的仇恨 七年过去了 这起案件仍是个悬案 警方几乎都认为 贤叔早已遭遇不幸 但在今晚的医院里 出现了一位怪异的病人 她的大脚趾被整齐地切除了 她的经历引人注目 小美立刻被这一幕吸引了注意 没多久 女孩终于苏醒过来 但她怎么努力都发不出声音 小美只能用手语和她交流 女孩却突然抬起了手臂 手臂上刺着一幅图画 看起来像是一座房子 紧接着女孩好像看到了什么 突然表现出极度的恐惧 好像她看到了最害怕的东西 这是她一生中最恐惧的一刻 她因为过度惊恐 又一次昏迷了过去 根据医生的诊断 他们发现了一些情况 女孩的喉部神经长期受损 这种伤害是经过多年累积的 是逐渐形成的细微伤害 这就是她无法说话的原因 难道真是有人故意这样对她吗 女孩之前试图自杀 是倒在医院门口被救的 现在看来 她可能长期遭受虐待 士圣觉得事情不对劲 急忙叫住了路过的老金 老金这才想起了一切 是的 没错 这个人正是失踪了七年的贤叔 老金二话不说 立刻追了上去 他后悔当初没能保护好这个孩子 这次他一定不能错过 但事情并不 顺利 贤叔又一次从老金面前消失了 推走他的人正是凶手 短短不到五分钟 老金搜遍了整个医院 却找不到贤叔的踪运 此刻的凶手 贤叔已经被凶手装车带走了 凶手很可能是医院里的人 他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监控 不过贤叔还是留下了一些线索 老金他们 仔细检查了贤叔手臂上的纹身 看起来像是用笔芯自己纹的 这表明贤叔在遭受虐待时 就已经计划逃跑 通过纹身的样式来看 贤叔应该是从下网上看这个纹身的 贤叔的皮肤很白 说明他长时间没晒过太阳 看来他可能一直被关在某个地下室里 纹身顶部有个十字架的图案 因此他可能被关在某个教堂附近 还有一个图案看起来像飞机 所以这个地点可能在某条飞机航线下 1米7的人在4.7公里外能看到地平线 但如果是在地下 试距就不到3公里 他们再次缩小了搜索范围 这无意味救出贤叔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搜寻的过程中 老金突然想起当年贤叔的话 贤叔曾多次被跟踪狂骚扰 而老金当时并未重视 老金一直被误认为是凶手 因为贤叔的脚趾被埋在了他家院子里 此时老金来到了自己的老房子附近 他毫不犹豫 直接撞开了挡路的车 观察之后 发现这里最符合纹身上的描述 这扇后面的窗 很可能就是关押贤叔的地方 这栋房子显然无人居住 老金破门而入 冲进了屋内 他注意到衣柜似乎被人挪动过 果然没错 柜子后面真的藏着一个密室 老金一步步往下爬 逐渐看清了求是的全貌 脚下的水坑里满是血迹 墙上挂的照片 立刻吸引了老金的目光 原来囚禁这女孩的 竟是医院里的一个医生 这女孩被囚禁了整整七年 他唯一接触外界的方式 就是通过头顶的那扇小窗户 他把所见的景象 刻在了自己的胳膊上 为了防止女孩喊叫或逃跑 那凶手每隔一段时间 就用力划伤他的声带 还为了报复警察 凶手残忍地割下贤叔的两个脚趾 扔进了老金家的花坛 在这种环境下 贤叔试图自杀多次 但医生凶手 绝不让他轻易死去 直到今天 老金终于根据线索 找到了囚禁贤叔的地下室 但是 凶手正准备把贤叔转移 警方资料显示 那个凶手名叫庆俊 他是个手术医生 贤叔肯定是看到了他 才会那么恐惧 难以想象 一个人被困在这里七年 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拼命呼救 却无人应答时 那种绝望该有多深 现在完全追不到庆俊的行踪了 于是 老金他们决定去他家里搜查 接着 他们找到了一页被撕掉的笔记本 显然有人不希望某些内容被人发现 这时的庆俊 已经把车开到了一个工厂 他打算在这里 实施他的最后计划 与此同时 老金通过铅笔描摹 发现了一个地点 庆俊很可能就藏在那边 看到嫌疑人的车就在这附近 急着要救人的老金 二话没说就冲进去了 进去后 他看到贤叔就在不远的地方 但狡猾的庆俊控制了周围的机器 阻止老金靠近 如果硬要救人 他会立刻 把刚才砸向贤叔 庆俊声称 自己才是真正爱护贤叔的人 老金根本不配得到贤叔的善待 原来早在七年前 这家伙就已经在暗中观察贤叔 他用相机记录贤叔的日常 每天贤叔给老金送鸡蛋的时候 庆俊也会偷偷地观察 他自视为贤叔的守护者 等到贤叔长大成人的那天 庆俊还为他准备了新衣服和鞋子 在他看来 这是极高的关怀 但那些偷拍的照片 却让贤叔感到非常害怕 贤叔觉得自己肯定被某个变态跟踪了 所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老金 但当时的老金没把这当一回事 甚至还觉得贤叔有点烦 因此连电话都不想接 在庆俊看来 像老金这种人 根本不配得到贤叔这样的好 于是他决定要采取行动 他把贤叔的脚趾放进了老金院里 想让老金真的为贤叔担一次心 结果事与愿违 老金居然背上了杀人犯的罪名 原本以为 受了怀疑的老金会 加倍努力去找贤叔 可庆俊万万没想到 老金竟然直接搬家了 就这样贤叔被囚多年 一直被关在老金家门口 他每天都幻想着 老金能来救他 直到七年后的一天 贤叔终于等到了机会 窗外那人正式搬回来的老金 他怎么呼救 厚厚的剥离 却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 阳光照在贤叔脸上 他的世界却更黑暗了 贤叔最终放弃了活下去的念头 但庆俊不忍心 贤叔就这样死去 趁着人手 他悄悄把贤叔送到了医院门口 这样老金他们才重新找到他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老金特别难过 全怪自己的疏忽 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所以他决定去死代替贤叔 正当他要替换贤叔的时候 庆俊突然按下了机械按钮 幸好最后 他们都活了下来 紧接着 老金把庆俊堵在了仓库里 一番搏斗之后 他终于制服了庆俊 哈哈 几天过去了 贤叔的情况也慢慢好转 他看到老金第一句话就问 为什么当初不接他的电话 原来贤叔第一个晚上就被绑架了 庆俊给了他一个机会 如果老金接了电话 贤叔就能离开 但事情并非如愿 老金以为是贤叔又来烦他 所以就没接电话 这间接导致了 贤叔后来的七年都在地下渡过 贤叔喜欢老金 但同时也很恨他 后来贤叔问起自己的爸爸在哪里 奶奶告诉他爸爸已经去世了 几秒后大家才反应过来 贤叔口中的爸爸 竟是囚禁他七年的庆俊 这七年里 他对庆俊的感情复杂了 贤叔害怕这个男人 但某种程度上又离不开他 这是一种病态的依赖 愤怒的老金冲进审讯室 他把所有监控都调了过来 然后猛地把庆俊按在墙上 没想到庆俊反朝老金 说老金自私到极点 为了破案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和罪犯没什么两样 如果没了警察的身份 谁抓谁还真不一定 庆俊这么一说 老金彻底失去理智 一把抓住庆俊的脖子 他从未这么凶狐 但最终还是放手了 因为他记得和贤叔的约定 每抓一个坏人 就会收到贤叔送的千纸贺 在贤叔失踪的七年里 老金一直在默默抓坏蛋 当然 有时也确实用了一些手段 他其实有个很简单的心愿 那就是希望 当千纸贺达到一千个时 能见到贤叔 虽然越往实现了 却也留下了刻骨的遗憾 老金选择了辞职 因为他始终无法释怀心中的愧疚 然而小美说 在这世上 有许多事情 我们无法掌控 如果背负太多压力生活 那怎么可能会快乐呢 其实 人生还有很多别的意义